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漠当中水就是生命 他不小心打翻了水囊 水漏得一点都没了 他坚持了几天 终于奄奄一息 他以为自己的生命就将交代在这的时候 迷流之际看到一个身材高大 满脸红的人对他说 起来前面就是水 他突然惊醒 艰难的翻到马背上 老马奔腾 果然把他带到前面不远的一处水塘边 他的生命就此得救 后来跟当地人谈这个经历的时候 当地人告诉他 这个身材高大的梦中之神 其实就是身杀神 他专门保护意志坚定的取经者 而那些心不诚的 动机不纯的取经人将被他吃掉 这段经历后来被玄奘两个法师 两个弟子研中会立写进了大唐三藏法师传 故事也进行了改编 身杀神变成了一个人 在后来西游记的改编数据当中 身杀神变成了800里沙漠 也变成了800里流沙河 所以说准确来讲 沙僧也并不是人 也并非动物 而是一个沙漠的神与那个地方的土地 这就是沙僧的来源 传奇故事会明天接着聊